今天的台北真的是好热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今天下午2点56分的时候 台北侧站测得了摄氏34.5度的高温 不过我们要提醒您 越晚天气是越不稳定 各地会转为犹豫的天气 明天上班日封面报道 北台湾高温会下滑10度以上 从今天下午开始 由于封面逐渐接近 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也会慢慢的转成有短暂阵雨的情形 封面将会从明天通过我们台湾附近 然后东北气温会增强 因此明天在气温方面 跟今天的反差会非常的大 尤其是高温的地方 在北部东北部地区 最高气温将会下降 跟今天相较会有10度之差 气象局表示今天入夜之后 各地都会降下短暂阵雨 而且雨势不小 降雨范围又广 有机会为水库带来进账 但是实际的进水量还是有待观察 而这星期最湿冷的时段 会落在明天 入夜到礼拜四的清晨 北台湾低温会下滑到14度 最要提醒观众朋友外出的时候 要注意天气变化 并且随身攜带雨具 也会慢慢地转